分享的题目是结果子的生命 那我要分享的是在今天导读的经文第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那前面第一节的时候 看见就是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那接着第二节就很清楚地讲说 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 但结果子的就是它会修理干净 使果子结更多 那我在这里就看见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我记得就是我好像也在学生这边 有分享过这一段的经文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我们教会外面的花圃 剪了两个树枝 一个树枝是枯干掉在花圃旁边的 很粗的树枝 很粗 另外一个呢 是我看它细细的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它折断 带到我的学生的 这个聚会现场 然后我要讲解这个 有连结跟没有连结 然后我觉得那一次的经历 让我很惊讶就是 我看是那个很细很细的 那一根树枝 我却花了很多的时间 把它折下来 然后那一支很粗 已经掉在地上的那根树枝 我轻轻地一折 它就断成两半 我就明白 原来耶稣在打这个比喻的时候 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想这根这么细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折下 可是我在那边扭啊扭啊 如果有水分的树枝 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你要扭半天耶 我没有想到那个那么细的树枝 我就想花那么多的时间 把它从树干 就是把它从比较大的枝干上面扯下来 那我就想到就是结果子的生命 就是我看到今天在导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让我也思想说 因为离了我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好像常常我们离了神 也蛮能做的 我就想到这些枯枝到底被拿去做什么用 可能也在盆栽的里面做装饰 或者被做成冠冕 小朋友很喜欢把树枝来 弄花罐这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那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它放久了它就是枯干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就是人捡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 对的确就是那天我折的这两根树枝 你要去烧那个我刚刚摘下来的那根树枝 你是不太容易烧它 可是那个枯得那么的粗 一折就断了 你点火应该就烧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耶稣在这里讲说 我们与他连结 在我里面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那我觉得这种的结果子是很轻神的 就是后面我觉得很美的是 所喜乐可以满足 在第十一节 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那我们都在想 信主每一个人都想要平安喜乐 什么样的平安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 而且是可以满足 就是常常在他的爱里 而这个爱反而是遵守我父的命令 所以就回到他前面讲的 会经过修剪的 你即便连在这个枝子的上面 连在葡萄树上面 他后面讲结果子的还要修剪 也不是自己连在上面 就是我们连在上面就随便长 就是我父会修剪 就是这个主会修剪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愿意 遵守神的命令 然后藏在主的爱里 就会得到喜乐 而且这个喜乐是永远的满足 就是不再是外面这些漂亮的喜乐 我就想到 就是那些枯的树枝 它可能变成干燥花 它可能变成干燥树枝 很漂亮 可是它没有生命 那不是一个永恒的喜乐 可是当我们跟神连结的时候 照着我父的命令 遵守神的话 藏在神的爱里面 神会保守我们 神修剪我们 神爱我们 就会让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 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让我们满足的 好 我今天要分享爱与修剪 一开始这一章 耶稣就讲到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所谓真葡萄树是表明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葡萄树 真葡萄树是一个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 假葡萄树看上去好看 但却不结果子 真葡萄树是有生命的 以至于它能结果子 因此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因此既然是真葡萄树 有生命的树 那就一定会结果子 为什么能结果子 他说因为我父是栽培的人 既然父是栽培 以至于这棵树就不会成为枯树 是父栽培 以至于这棵树就是真葡萄树 是一个能结果子的树 所以我们先抓住这一个真理 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父栽培我 而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枝子 枝子只有一个目的 要连结在树上 枝子不连结就成为枯枝 就要被剪掉 因为它不结果子 所以当你进到葡萄园 你看有很多的枝子 很细 漫层 那些农夫们会分辨 这个枝子不结果子 那为什么不结果子的 要修剪掉 因为它不结果子 继续在那里 它会吸走别的养分 以至于让养分 不能流到真正能结果子的 枝子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 来思想一下 我们都渴望连结在树上 我们都渴望我们这一个人 能结果子 但是什么让我们不能结果子呢 我们都渴望我们是一个能结果子的生命 那是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不连结 什么叫不连结 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啊 我们都有连结啊 我们都连结在教会 我们都连结在肢体 我们都连结在耶稣里面 但这里讲到 9到17章一直讲一件事 爱 你知道这个爱何等重要 这个爱不只是我个人跟父之间 我个人跟耶稣之间 我们跟圣灵之间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 我们只看中我跟父 我跟耶稣 我跟圣灵 但是在这里 当然我们与主的关系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爱的亲密的一个关系 使我们有生命有连结 以最能结果子 但是耶稣在这里强调一件事 这个爱不只是我个人跟主之间 这个爱是讲什么 我们彼此相爱 因此枝子之间与树之间 以及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能够流通的 所以不只是我个人爱主 我个人追求 我个人与主关系 在整个葡萄树上 很重要的是彼此 跟他们说彼此 彼此相爱 因此我们叫彼此相顾 彼此顾念 彼此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上面 所以很重要的事 不是只是我有追求 我很好 是彼此相爱 在彼此相爱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一起结果子 阿们 所以我们想到 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连结 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爱 爱不是我个人 而且是彼此 所以彼此当中呢 当然彼此就会有摩擦 彼此就有看法不同 彼此就有各方面个性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困难 我们人要彼此相爱 以至于让基督这一棵树 能整个结果子 阿们 不只是我这个枝子 很多时候我们只顾虑到 我这个枝子能不能结果子 但不要忘了 每一个枝子都连结在葡萄树上 连结在葡萄树上 当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就更多能够连结 以至于有一个爱的生命 爱的涌流 喜乐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供应 以至于就能结果子 神在生活当中 或在我们服侍的 这个整个合场的里面 爱跟修剪是离不开的 我们今天要被神使用 那个修剪不是恨 主的修剪不是恨 主的修剪是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 没有修剪 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果子 不要忘了 耶稣 他说 我是葡萄树 父是栽培的 所以只有父知道怎样栽培 只有连结在主的树上 我们才知道怎样结果子 因此很重要的 就是爱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再有 涌流爱的生命 喜乐的各方面 就是枯萎了 那枯萎不减掉呢 我们就会吸收养分 却不结果子 有一个弟兄分享 他在美国念书 因为我们昨天一直分享到幸福小组 分享很多 我们讲到关系 关怀 他说他在美国念书 一个室友 其实 他是基督徒 他没有跟他讲太多 关于教会跟信仰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人就常常关心他 他一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帮他办理很多的事情 然后每一天关怀他 虚寒问暖 然后呢 他知道他这个室友 每一天都很认真的读圣经 读到睡觉了 可能是跟我一样吧 那这个室友 一直没有跟他讲到 关于信仰跟耶稣的事 但是呢 他就被他感动 所以当他邀请他教会的时候 他觉得教会气氛很好 我要分享的是 今天我们身上 已经有一份爱的恩膏 当你走在人群当中 你知道你里面已经不一样 你里面有散发出一个恩膏 人会闻得出来 所以即便可能我们不是步道家 可能我们也不太会步道 我们也不会传福音 但是你里面有一个爱 也就是你渴望 怎么样用一个行动 帮助关怀一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弟兄 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室友 这个关心 这个关怀 以至于他愿意 一段很长时间再教会 后来信主了 受洗了 现在当小组长 所以弟兄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神既然爱你 神必要管教 神既然爱你 修剪 以至于我们能结果子 但是我们人对于爱的认知 那个爱的认知 我们总觉得 主啊 我们真的是 是我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过日子 但是爱里面很多时候 当神不修剪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我们的枝子已经岔出来了 我们总觉得我的枝子还在树上 但是长着长着 可能我们已经岔出来 已经不能结果子了 所以呢 我们不晓得 但是呢 圣灵知道怎样修剪我们 起立我们来祷告 主在爱的里面 我们能够认识主的作为 认识主的作为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当主修剪的时候 你知道 就像整整 他前任着去度假滑雪的时候 削掉 哇 他太太吓死了 可是 神在炼经她 因为 因为她未来可能要承接更大 更大的工作 神在修剪她 这两兄弟太优秀了 所以神修剪她 让她承载更大的工作 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天佛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让我们看见 主啊 祝你所爱的 主啊 祝你必要修剪 所爱的 让我们更多连结在树上 所爱的是我们的结果子 因此在爱的里面 在爱的里面 哦主啊 我们能修剪 在爱的里面 主啊 让我们能明白 主所做的作为 可能说我们不明白 主的作为 因此主 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结果子 不知道怎么连结 但主啊 让我们真的在 你的里面连结 不是我个人与主连结 我们与教会连结 与小组连结 与牧区连结 哦主啊 肢体之间的连结 也都不能离开 彼此相爱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